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非常出名的厨师兼企业家佩忠文 在出演一个综艺节目后 就被外国网友们骂爆 IJ也被出征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韩宗强策创建佩萨奖节目中 佩忠文与平平一家我等一人 在莫洛哥的夜市 经营了一家以韩国料理为主题的餐厅 在餐厅开张后 很快就吸引了大量顾客 让餐厅热火朝天 但就在不久后 餐厅里的灯突然熄灭 甚至在他们经营了大约一个小时后 餐厅收到了闭店通知 最终佩忠文等人关了餐厅 后来据了解 原来是有人投过投诉称 佩忠文在店里没有使用 伊斯兰法律允许的清真食品 但其实佩忠文与制作组 早就对这个事情进行了预先调查 所以都是以百分之百的清真食材 来制作了餐店 结果由于这种虚假投诉 市场方表示 如果客人吃了奇怪的东西 说肚子痛的话 谁要负责呢? 就这样被强迫停止营业了 之后佩忠文表示 以前也关过很多店 原因也有很多 但这种因为他人的原因 导致关店是让我最愤怒的 然而争议并没有在这里结束 在节目播出后 疑似是莫洛哥的很多网友们 纷纷到佩忠文的IG留言 指责佩忠文的留言都超过了2000多条 而指责的内容大部分都是 为什么在节目中出现的莫洛哥地图 只标注了半个莫洛哥 这跟将独岛化到日本领土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莫洛哥主张西撒哈拉也是自己的领土 所以就指责节目中的地图有误 然后在节目中 穆斯林导购的片段 偏偏说了 那是我们的制作组吗 Picture王宇已将 我对于偏偏那种没有偏见的疑问 笑着恢复 制作组怎么会躺在那里啊 对于这个片段 莫洛哥网友们表示 居然嘲笑导购的穆斯林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 你侮辱了莫洛哥 你没有尊重莫洛哥的传统跟宗教 如果你要来莫洛哥 请好好学习我们的文化后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谷歌地图上 也是以这种方式标注的西撒哈拉 如果制作组 随意将它标注为 莫洛哥领土的话 那西撒哈拉那一边 又会变得很疯狂吧 跟独岛的情况不一样 那边还没有确定是哪国的领土 仍处于争议状态啊 我觉得不要去那种 令人头疼的地方拍摄比较好 如果换个立场思考 拜访我们国家寺庙的游客 看到我们导过的样子后笑的话 也会觉得这种行为是有侮辱性的 偏偏以为是制作组 突然在磕头祷告 所以觉得有趣才笑乐 为什么说是在骂他们呢 真的是多样化的自卑 如果大家都看完了整个影片的话 会觉得莫洛哥方面这样的行为 是非常厚颜无耻的 让一百步就算是做错了 但这也是制作组的错误啊 为什么要到品俊文的IG出征呢 唉 所以对于品俊文被莫洛哥网友们出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